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小事一件 我們台灣團代表歡迎 還有來到台灣 卻被大自然的震撼 教育的亂七八糟 我們聯合國西南 地震 颱風 都是台灣常見的天災 但外國行南 卻未必都有過經驗 例如法國很少有地震 德國從來沒有過颱風 西南在台灣 要如何因應這些天災呢 請看今天的2分之1強 對你們的國家有地震嗎 有的請舉圈 沒有的請舉叉 杜立跟賈斯汀 兩個是在不同的國家 沒有 其實他完全不懂 你的中文 不好意思 因為他說美國到底有沒有地震 你舉什麼牌 我們那邊沒有啊 他說我們國家 沒有 其實我們中沒有 但是美國真的有 究竟山那邊有很多 那在你們的國家 有颱風的請舉圈 沒有的請舉叉 有颱風的請舉叉 法國有颱風 法國有颱風 美國很適合住人耶 既沒有地震 也沒有颱風 但是我們有颱風 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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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也有颱風 法國有 因為這是法國有很多小的道 比方是在 賈瑞比海 然後小時候住在那邊 然後我們每天有颱風 德國跟義大利都沒有 沒有沒有 德國沒有這種東西 對 很少 好幾年有小小的那種 不會像颱風 那德國跟義大利有龍捲風嗎 沒有 可是我們國家北部有一個城市 叫做蒂利埃斯特 他們是全歐洲最大最快的風 當然沒有到颱風這麼可怕 可是人家走路必須要扶好手 不然他們會被吹走 對 俄羅斯也有 有 因為俄國很大 那我們颱風有很多 特別在西伯利亞那邊 那我們的颱風都是從日本來 或者是菲律賓 你現在怪日本人嗎 你現在怪日本人 你現在怪日本人的問題嗎 你現在怪日本人 你第一次來講話要小心喔 我是自信方喔 小心一點喔 下個禮拜就不見喔 你幹嘛威脅別人 不單單颱風從日本來 很多愛情動作片也是同一個 對… 是你們的對愛 但是 范玉宇你去過的地方很多 你有沒有因為颱風 而有什麼難忘的經驗 我小時候大概八九歲的時候 來了一個很輕的颱風 我都忘記是什麼名字了 但是我家住四樓 我要下樓去拿東西 結果我就想說那門沒關係嘛 反正先戴上 就不要戴鑰匙了 結果一要下樓 馬上一陣怪風來 我們家門就被關上 我都拉都來不及喔 我就想說 好吧 那等一下好了 看有沒有家人等一下會回來 就等了10分鐘 20分鐘 都沒有人回來 我也 我就沒戴鑰匙 手機那時候也沒有嘛 我就等 等一等突然覺得尿好急喔 好想去上廁所 可是又不敢按鄰居的門鈴 家人又沒有回來 我等了一個小時 我想說好 那我就放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我就試著 什麼叫放一點點 我想說像水閘一樣 妳放一點點跟放全部一樣都濕了 對啊 我不懂啊 我想說那我放一點點 可以解一點那個尿液 對 適合一點 我根本不知道那水門是關不住的 所以我一放 然後我就在樓梯間尿尿了 台灣其實是一個多颱風的國家 我記得在我們小時候 只要有颱風天 就覺得好開心 因為可以租露營袋買零食 對 點蠟燭 吃泡麵 放假等人家 你知道國小國中 大概就同一個地區 都會上同一所啊 所以就全部人一起串在一起 所有的小朋友們 就一起看著一卷錄影袋 然後吃餅乾 所以小時候好喜歡颱風架 我們家是會停電 然後我們就會點蠟燭 然後全家就會聚在一起 玩那個晨雨街樓 以前小時候都不知道 颱風有多可怕 都很期待停電 然後大家都窩在那邊吃泡麵 吃泡麵 然後看外面有很多風雨 就覺得好嗨 又不用上課 可是長大之後 就可能因為小時候 有太多這種錯誤的觀念 後來就去當了記者 然後當記者就很慘 因為人家在放颱風架 我們就是一定 全部都被灑在外面 沒有辦法回來 那妳有沒有過 其實颱風淹水之後到這兒 妳要故意跪在地上報到什麼 我沒有 做假新聞喔 我沒有想要看 但是別台的記者 因為我們那時候 前幾年有一個很大的颱風 叫龍王颱風 龍王 然後它從花蓮登陸非常誇張 因為它把整個花蓮的路數 全部都吹倒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我們人到現場的時候 我43公斤 有隔壁有一家的電視台的記者 他那個人他大概90公斤 然後我們住在那個飯店的外面 就開始大家就要連線 那我43公斤的人 我就是抓著旁邊這樣站著就可以連線 說既然現在自己在什麼什麼位置 他給我在大樓90公斤 他就知道我旁邊連線就在六月姐這個位置 他就現在那個風很誇張 我又站不住了 自己一看就對了 然後重點是因為 那個我們家的攝影在拍我的時候 我就是很鎮定這樣 只是頭髮很亂 結果一掃過去就 他就很誇張一個人這樣子 根本就沒有那麼誇張的風 因為那時候其實風雨還沒來 但是後來就變得非常可怕 花蓮市中心有一家很大的麥當勞 結果那麥當勞整個被吹到 整個不知道搞什麼 那個屋頂快被掀掉 我們SNG車就停在那個麥當勞 然後長官就說 那無論如何 你們就是要把那個SNG的碟盤 升起來 要告訴我們說 現在那邊的狀況怎麼樣 沒想到我們那個工程人員 上去升那個SNG的碟盤 一升起來 整個斷掉 好嚴重喔 不是長官要陪嗎 因為長官堅持要你們升碟盤 可是那算是天災 但他也不知道 長官也不知道那個會被吹掉 他就說 好 那沒關係 那你們現在就出去採訪 幫我把最及時的新聞 無論如何就是要傳回來這樣 結果我們就下了那個採訪車 我攝影先下去 然後我下去的時候 突然我攝影把我的頭這樣 往下壓 還幫我還想要 想到哪裡去啦 小鐘哥 夾那麼重喔 不是 不是 那個攝影在你面前嗎 對 他這樣子 這怎麼好意思 就是 他已經下去 他已經下去 然後我人在這 他就是把你這樣頭往下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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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還就完全反應不過來 之後 他已經把我頭往下壓之後 上面那個車就聽到 啪當啪當的兩聲 結果發現是一個 超大的那個招牌 從天上掃過來 然後打到我們採訪車 採訪車被打歐一個洞 然後 然後 你頭在你又被切掉了 對 然後那個花蓮的那個 麥當勞前面的那一條 很熱鬧的馬路 然後人都無法走路 很可怕 好辛苦喔 而且 聽起來花蓮好辛苦 花蓮又是地震 因為常常登陸 都是在花蓮那個地方 那到台北 因為我們有那個中央山脈 把它擋住了 所以要謝謝中央山脈 那颱風我有一次印象真的很深刻 那個好像是納粒 那時候是 那一次 我們真的不知道會這麼大 然後我是 那時候晚上 有時候會住我姐姐店裡 然後找了朋友 在那邊玩大老二 過了這個半夜 就聽到那個雨聲越來越大 啪啪啪啪 很大聲 我想說 想說 颱風大概又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在台北市中心 想說怎麼樣 不可能有問題 結果慢慢地 剛開始在到我們腳這個地方而已 我們想說 那還好沒什麼問題 那後來我弟弟想要抽菸 把那個想要打開門 就用那個貓眼這樣往外一看 那個水已經 這個門到這裡嗎 門是打不開的 潛水艇耶 嚇死了 後來我們四個人 硬是把那個門打開 為什麼要這麼大 有那麼聰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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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出去 否則我們會不會淹死在裡面 對啦 我們要出去一打開那個水 整個倒灌間那 那個整個 我覺得貨都把 都幾乎被淹掉一半 那一次那個 台北第一次淹大水 那我印象是非常深刻 然後我那個朋友 中校東路 對啊 然後我那個朋友 我說你住哪兒 趕快問我有個好朋友 他住汐止淮達 我說你那邊雨水還好 他說還好… 只淹到我腳踝這個地方 我說真的嗎 那應該沒什麼問題 他說 對…你那一年一起淹到 淹到二樓的這個地方了 你知道那一年 那一年真的很可怕 他不是住在一樓 他住在一樓 你跟他講電話 他就這樣 人間電話真不錯 但是因為美國 像賈之地 你們那個地方沒有颱風 對 我們那邊沒有颱風 我在台灣大概七年 我第一次那麼… 那麼怕颱風 就是這一次 我看到家附近的那個麥當勞 倒了耶 好恐怖耶 所以麥當勞變加比武就對了 對…加比武 我不知道這個颱風來 那個水會很髒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我先上廁所 然後上完我要去刷牙 刷牙到一半就是 吐了 然後又看那個廁所我說 奇怪 怎麼那麼髒耶 我東西也沒有那麼髒耶 再沖一下 然後我就洗一口 又回去 還是一樣髒耶 天啊 怎麼那麼髒 後來我發現水都是髒的 對 對 我已經洗一口了 所以我就除美要去買那個水 對 對 水都賣光了 對 水都賣光了 你真的跟我也一樣耶 胡桃綠茶 你也是 其實我跟家是一樣 你也有 我在台灣十年了嘛 你也經歷過好幾個颱風嗎 對… 平時就覺得還好台灣人怕什麼 沒有很可怕 結果這次真的太可怕了 沒有 你們運氣真的非常好 算好耶 綠茶都賣光了 我現在真的理解 你們為什麼那麼怕颱風 這次我看窗外 我覺得 哇塞 外面的樹就 還有很大棵 這麼粗的樹 倒了 我就被轉了 那個一個我家附近的 車子 停在那邊 樹就倒在車子上 我覺得好可怕 颱風的 禮拜五來了嘛 禮拜六 我就開始很渴了 我想說 我想喝水 我發現 我家附近的東西 我去便利商店超市 通通都沒有 我就遇到這個情況 跟Justine 我就怎麼辦 沒有 這家店是招小偷啦 我那天就不想待在家裡 我真的心情太悶 在家裡不能喝水 不能洗澡 我覺得很噁心 那我就跑去Fabio的家 因為 跟他一起洗嗎 還是這樣 主公晚餐 所以Fabio你們家水也OK OK啊 可是我有一個 沒有沒有 那你跑去他家幹嘛 你跑去他家幹嘛 沒有 我有一個filter 還有一個濾水器 按照你們來的那個時間來算 你們真的 除了這次之外 你們應該沒有經歷過 這麼大的颱風 我差的時候有比較大的 在法國 在法國的加勒比海 因為我都在就是海邊 然後我有時候我在床上 我都在床上 船還是船 船 船 對 是 好 講清楚… 好厲害喔 講清楚 大家放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就是 聽那個船在一個 一個停車場 那個港口 對… 可是我家有很大的床戶 然後我們可以看海邊的船 全部翻過來 然後我們在看電視 有一個你在那個Live Reporter 你們看那個爛很大 然後他在鄉下 然後後面有一個 乙托牛 那個牛 開始飛 飛… 飛車跳 是真的 牛飛起來 你看有一個 在網路上那個影片 對… 摩托車飛起來 一樣那個 牛開始飛… 做料 好可憐喔 但是你們還好都沒有體驗 因為本來我很不怕就是台灣的颱風 因為就是對我們 九州來的颱風就是比較小 有一次我小時候 我那時候我在幼稚園 因為我幼稚園是 因為日本的幼稚園就是很多種的 有些人是爸爸媽媽來接 我是自己走空車 然後呢那一天就是已經颱風來了 但是就是日本的颱風就是 有風 所以就是學校那天沒有休息 但是我那天坐空車喔 就是很多同學在喔 風已經很大 然後就是空車我們坐 就是那個 當紅六店嘛對不對 紅六店一開始 就是六店的時候 一過去的時候 我們在裡面… 有水嗎 有水嗎 沒有…沒有水喔 沒有…就是風… 風… 就直接就倒下去耶 然後就是幾個人受傷 都是小朋友 那應該會受傷吧 有…沒有 因為小時候 小朋友比較… 肉軟度比較好 就是其實受傷是就是老師 比較…一半的三半的人 好可惜你們要被脆走了 不是這樣 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颱風 是在200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台中 而且剛好我拿到國科會的 一筆獎學金 兩萬五百塊 我哼北七 隨時隨地把金錢放在我的身上 當天晚上我們說 不知道嗎 第一次遇到台風 好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去夜店 我們往夜店的路上 這個風在台中 越來越大 而且我很悲哄的 什麼程度呢 把GP線拿出來 二話不用說 今天都可以走了